那個膽固醇就是這麼多 到底是身體基因的因素啊 或者是什麼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健康檢查 先來認識了解一下自己 然後我們在生活飲食上 習慣上我們做個改變 那如果能夠這樣的話 其實也真的可以減少很多 社會的一些醫療的一個耗損 然後學姐就跟我說 你要把自己的情緒收拾好 你如果一直沉浸在那個環節裡面 你要想喔 你還要照顧更多病人喔 那其實病人怎麼辦 會因為你的情緒影響 我可能一個不小心又怎麼了 所以要趕快把情緒拉回來 他讓你們在照顧我們也是很用心 沒有人的故意要跟我們害人 沒有人的故意要做好 大家給上來這個討論 給上交通意見 但是不要語出暴力 甚至腳來手來就打人這樣 這真的他讓你們很深入心裡 心裡交錯 好 好 好